好了那我是Download 這一期的遊戲介紹就到這邊 每星期六 一天模仿遊戲 魂神貝奇人嗨大家好 我是Download 這次要聊的遊戲是 童年回憶的作品 很有娛樂性 但好不好玩就不確定 捷克5是時空之戰 由SlowName的開發 Erdor Swing Games發售 發作平台PC的TNPS4 Xbox Switch Mac上 Steam發售期了2020年8月有簡體中文 Steam售價為568元 遊玩時間約7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 極度好評 捷克5是這個IP 我沒有說很熟 小時候只記得看過幾次 不過現在也沒有什麼印象了 只了解有這個IP而已 那我上網查 危機百科上面是寫說 遊戲是劇情最後一季 系列結局中發生的另外一種情況 聽起來是完全原創的劇情 不過遊戲裡邊充滿各種奇怪的設定 讓我玩起來很微妙 是如何的微妙法呢 在遊戲裡我們將操控捷克5是來達到 反派魔王阿顧 不過想當然的 途中會有許多阿顧手下來阻撓你 我們就得要一一打倒他們才行 那我就先從比較輕微的微妙點開始講 遊戲裡邊的傑克走路控制很棒 走著走著就會跑起來 速度很快 玩起來節奏就快 一點都不脫氣 這點真的很棒 但是當遇到有懸崖地形的地方時 傑克爬懸崖的速度慢到可以 為什麼走路很快爬牆壁就很慢 但好險爬牆壁時可以跳著跳著爬 不然這爬的速度慢到有點髮子玩起來節奏會很崩喔 那再來就是遊戲裡邊有很多樣化的武器可以使用 但卻有沒有一個很棒的優因讓你去拿 因為起初我們可以空手也拿傑克5是本身就有的魔劍來攻擊 而這魔劍是縱神鍛造堅不可摧的武器 所以耐久度是無限的 怎麼會怎麼甩怎麼砍都不會壞 但其他武器就有耐久度的設定了 你如果使用太頻繁 耐久度下降系統就會警告 如果再繼續使用武器就會爆掉 這把武器就會不見了 而有耐久度武器就會很強嗎 其實不然 傑克空手也魔劍的傷害與攻擊速度已經很棒了 其武器就頂多數值的 你高5滴或者攻擊節奏不同 但卻差不了太多 這就導致我拿魔劍從頭打到尾不就好了嗎 那其他武器我要顧慮耐久度何必呢 那雖然在遊玩過程中會遇到傷人 會拿武器去修理而且也很便宜 有花錢感覺就跟沒花錢一樣便宜 但就是有耐久度的設定在 玩起來稍微有些疙瘩 導致並不會認真專練耐久武器 而我也不禁在想你修理武器都那麼便宜了 幹嘛還有耐久度的設定在 這不會有點多此一舉嗎 還是耐久度的存在就只是為了捧魔劍這肩不可摧的設定罷了 感覺有點怪怪的喔 那遊戲裡也有遠程武器可供使用 遠程武器有分 弓箭手槍機槍投資武器這四種 投資武器裡也有分很多種遠程武器 種種加起來差不多八九種類型 但用起來卻都感覺差不多 根據原本教學弓箭是需要手動瞄準才能準確攻擊的 不然弓箭會胡亂射擊 但是遊戲系統裡邊有自動瞄準 我想應該是有跨平台關係 導致會有自動瞄準的設定在 但有自動瞄準這就代表 我準備任何一個遠程武器 不需要經過手動瞄準 也可以精準的攻擊到敵人身上 這就導致每個遠程武器玩起來差別不大 這又不禁在想 設計這麼多遠程武器是需要的嗎 那遊戲裡有天賦系統可供升級 天賦系統有分成三大類 分成身體 戰鬥精神 這三類 有些能力是打怪掉東西機率提升 增加防禦率 防滾更遠 跳得更高 但是稀有技能學習是需要有三種元素才能升級 分成技能點武士精神物品這三類 想要你缺少其中一類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這技能就學習不到 那這邊就有個奇怪的地方 技能點武士精神打怪 考把箱也有機率可以獲得 但是物品這東西很玄妙 強力技能升級物品的很多樣化 有分鑽石 寶石 薩夢綠洲石 紅石等 但這些物品要怎麼獲得 卻沒有一個穩定的管道 有時候你關閉系料天就突然獲得了鑽石 或開寶箱獲得寶石的紅石 但又有時候不會拿到 感覺這些物品是有一個上限在 什麼時候會拿到 都是看之後團隊的設定 這就漸漸的把學習技能這件事變得很麻煩 有時候想學這技能 但卻缺少其中一點 但要怎麼蒐集 卻又不知道 技能在那邊打轉 那也有很多天賦的存在感覺也很沒必要 像是有的天賦可以增加武器物品欄位 可以讓你蒐集更多武器 但是遊戲裡 並沒有那麼多武器可以使用 我玩的是普通難度 武器並沒有多到裝不下的程度 那你這增加武器欄位的天賦 是不是就有點雞了 甚至更想不通的是 有些天賦的學習 是要先學前置天賦 但是前置天賦我缺少升級物品 那我要怎麼蒐集這物品 你沒跟我講 我不知道 要怎麼拿要看你的安排 對我來說根本就是看運氣 進而卡住升級升不了 導致玩起來以變強的節奏感來說 其實是不太順暢的 那慢慢的 隨著遊戲發展 我們在敲怪時 是有連段的系統在 可以運用輕重攻擊的搭配 來使用出多種連段攻擊 這個系統的存在很棒 可以讓人去練習不同的打怪方式 但是 大多數連段是需要解鎖才能使用出來 其中一個解鎖方式 是花錢去商店解鎖該武器的等級 像是劍術等級 斧頭等級 加1加2加3等 當武器等級提上來 就能解鎖一部分的連段攻擊 而也有另外一部分的連段是需要用天賦來解鎖 甚至也有的連段是需要兩者同時解鎖才有辦法使用 那我又在想 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 為什麼 我會這麼說呢 其實這款遊戲裡連段並不是很重要的是 遊戲裡面的怪物攻擊 防禦迴避 節奏來說 一對一面對的情況下 是優秀的 但是我們經常遇到的情況卻是 一對多 甚至是一對很多的局面 你如果對一位敵人攻擊太深入連段太多 太執著眼前這位敵人時 其他怪物就會很頻繁的攻擊你 讓你節奏斷掉 陷入危險局面 甚至是被一大群敵人圍毆的情況 如果是一對一 那你可以輕鬆的應對 但是你是一對多啊 導致玩法上很容易是一瞻擠走局面 我打一下就繞跑 打一下就閃人 以免陷入危機之中 也讓你很少有機會打出連段出來 那你把連段的獲取方式搞得這麼複雜 其實有沒有什麼機會使用出來 那這連段系統的存在是不是就有點用處不大 更換每種武器的連段是不同案法 連段的獲取也是分別獨立的 但是其他武器又耐久 我如果練其他武器來玩 但練著練著武器耐久沒了 武器爆掉那又怎麼辦 這導致我玩起來感覺這一整套系統都怪怪的啊 之後團隊似乎把很簡單的系統都搞得很複雜 你說複雜的很有深度很有趣那也就罷了 但給我的感覺卻像是 我想到一個很棒的玩法 又想到一個很酷的節奏 欸等等等等 我又靈光一線出超真的系統 那就通通都給他加上去吧 東加一點西加一點 通通都加一點 但卻都沒有相互完善好 玩起來也就很有違和感喔 而且遊戲系統的按法控制也是很反直覺 一些操控的按法都乖乖的 甚至還不能自訂按鍵 感覺像是家機平台移植到PC平台上 但卻沒有特別為PC平台注意誤化一樣 玩起來要熟悉上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而最麻煩的問題就是漢化問題 遊戲有做漢化 但卻不能在遊戲設定裡去設定語言 而是需要去資料夾改答案才有辦法漢化 而漢化辦法是聽評論區裡有 這點需要注意一下 但漢化好就能好好玩了嗎 不漢化好所出現的字幕也是七零八落的 三不五時就是缺字來出現 玩起來需要點顆肉製填空的能力 來猜出角色所講的話語 玩起來真的是有點麻煩喔 那這遊戲做的很差勁嗎 玩起來不好玩嗎 我是覺得還行啦 玩起來不會說特別有趣 但玩起來也不會說特別差 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疑惑 東卡一點西卡一點的 讓我玩起來不太舒服罷了 遊戲算是還能玩 而且遊戲還是有很多優秀的地方 就是動畫表現實在是一有夠厲害 遊戲中每位角色的一舉動都很有特色 讓多年沒有看卡通的我也看得非常開心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 遊戲的動畫做的實在是一有夠優秀 每次在演玩遊戲時 我最期待的就是看到動畫的出現 結構色發展的阿顧最後面臨的結局會是什麼 這些都讓我很期待 而且遊戲的故事還設有隱藏結局 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 還不妨找找看勒 好啦那遊戲推不推薦呢 很微妙真的很微妙 遊戲玩起來不會說很好玩 但動畫表現實在是很棒 玩起來不會說很有趣 但感覺上卻是很有娛樂性 省說你如果對傑克武士這IP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玩玩看 但如果沒有的話 就再斟酌考慮吧 好啦那上了我這一期的遊戲介紹 就到這邊 每星期六晚上7月8日全是一部遊戲介紹的影片 如果找不到遊戲玩的人還可以過來看看勒 那我是Tano 我們下一次影片 再見了 大家拜拜